造型大師Roger居然大報 合作巨星的秘密 第一次合作 你說我入行的第一個嗎 就是已經出師之後 真正化的樣子 那個陳淑華 誰 因為可能那個錄影 延續太久了 大概等了聽說 超過四個小時以上 包包拿起來 就跟他的那個宣傳說 我不錄了 他就 你覺得好像喔 怎麼那麼像 大S 小S 大小H 你們是不是誤以為 全部的明星私底下 就是這麼時髦 我不就是嗎 當然大S是數一數二 就是不管是台上台下 都很時髦的藝人 還有小S也是數一數二的 是 但是 我們也不是說一出生 就這麼時髦跟漂亮 對 也是要靠一些高人指點 然後慢慢吸收一些資訊 還要累積很多的經驗 有人給我們指點 對 我今天話就在這邊講 你們也不要傳出去 很多明星私下是很慫的 也不要跟別人講 今天我們就請到兩位大師 髮型界的大師 跟造型界的大師 對 告訴大家時尚是什麼 讓我們歡迎Roger和Andy 大師來了 今天大小愛吃邀請到的 特別來賓 就是造型界的大師Roger 還有髮型界 鼎鼎有名的大師Andy 究竟他們會做出 什麼樣的時尚料理咧 老師好 老師好 實在太時髦了 我跟你講演藝圈很多明星 如果沒有他們兩位 鬆蛋包 也不至於 而且你知道就是大師 他們穿衣服 就是有一個特色 就是低調的奢華 沒錯 有嗎 你不要看Andy 好像今天全部都黑的 沒有 可是就是有種時尚感 對 你看他其實仔細看 都是時尚 老師你推到後面給大家看 你知道老師你推到後面 你們知道今天的重點是什麼嗎 因為他雖然採用黑色系 可是你看他有些小配件 有這個鏈子 然後還有這個帽子 一搭 怕東西被人家偷走 是怕東西被偷 Rajor老師你看 不得了 沒有 你們看 還有一個非常值得 拿出來講的東西 是哪裡 我看你懂不懂 因為他看起來好像就是襯衫 搭一個小毛線衫對不對 你們注意看 怎麼樣 你們以為我不懂時髦 你懂嗎 你講出來 我跟你講我講了 你嚇死了 你講出來 他有用髮膠 沒有 沒有 他 因為他來不及用頭髮 是 讓我跟大家分享 時尚的精神 我一二三 襯衫 對 小S你電時尚的 我多時髦啊 我走在時代最尖端 差點就要滑下來 因為那間點太 我整個腳尖都流血 因為站在整個尖端 都插進去 老師你跟大家講 你今天重點 是不是這個襯衫有那個 對啊 因為我 我很喜歡穿白襯衫 所以有各式各樣的白襯衫 那我想說 既然要來上二位的節目 那就好像要穿稍微 又不能穿得太過分 你真言下之意是說 大小S在演劇演藝圈 演藝圈 演藝圈 第二位換場的經驗 拍片的那個精神 不能流露出來 在演藝圈是引領時尚超人 我常常在時尚派對 看到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真的現在不得了 而且不是我們硬要去耶 你跟大家講 對啊 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因為他們兩個 我常常聽很多的廠商 有跟我們講 所以想請你們兩個 可是都請不到 這個是這個是真的 一直要咬我們是誰都要咬我 這裡都沒有 來這邊請 但是我們知道今天那個 Andy老師跟Roger老師 兩位呢 手都非常的靈巧 所以你們對於做菜拿不拿手 我 我是喜歡 我是非常討厭 非常討厭 其實也沒有 因為我自己做菜沒有天分 我在家人做的菜也沒幾樣 而且我知道Andy老師 是個性非常急躁的人 然後他是完全專注在工作上的人 所以你是不是對吃 也不是很要求 很習慣一個一樣吃的東西 可能永遠都只是那些東西 我不會再去想要 試很多不同的人 就可能比如說髮型 附近有一個叉燒飯很好吃 你就比如說五天都吃叉燒飯 吃一個東西 可能吃一個禮拜吃都利了 我可能再換一個 可是Roger老師 我知道他就是很生活品味家 對 我就是自己 我很喜歡熱鬧 所以我常常就會有朋友 我喜歡朋友來家裡吃東西 那就是大家在家裡做 或者這樣很好玩 所以你邀朋友 然後你會親自下廚 我會啊 我會啊 我還滿經常的 而且你應該本身有在注重養生吧 什麼有機蔬菜那些 都跑不掉吧 沒耶 我就是 有什麼吃什麼 我們時尚的人 都不養生 你們沒在養生嗎 真的啊 所以就是菸酒都來猛抽什麼的 沒有 我也不抽 他都不抽菸 然後我們兩個很瞎 我們兩個連酒都 我酒不好 一度都不好 這麼時尚的外表的人 我們去那個時尚 就是去那些派對 也不喝酒 我常常一杯香檳拿在手上 從冰的拿到熱 對 這樣不行啊 時尚趴一定要買醉啊 還是說是我誤會了 你誤會了 時尚趴就絕對不能喝醉 可看人家喝醉蠻好玩的 這也喝醉也不好玩 等一下有很多那個時尚趴的秘辛 我們會跟大家分享 首先先請Roger老師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的食材 我們其實今天呢 要做一個就是很簡單 很容易做的法國菜 法國菜怎麼會 怎麼會 真的 真的很簡單 他叫做那個洛曼蒂肥冷雞排 肥冷雞排都來了 所以幫你取這種很 格拜的名字 可是名字 因為因為那個時候跟人家學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原來這個東西叫什麼 可是其實名字很複雜 做起來 說穿了他就是炸雞排是不是 因為你知道對法國的人來講 就是雞肉是比牛肉高等級的 春雞是法國菜裡面 最高等級的一種 你覺得我會不懂這些東西嗎 我什麼大魚大肉沒吃過 你懂嗎 我很懂啊 隨便講一個法國菜的菜名 松露的鵝肝 那個很貴 松露的鵝肝 松露之鵝肝 所以這個是春雞嗎 其實春雞在臺灣不太容易取得 因為那個要很特別 所以我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要做這一類的雞排 就不要用 不要像做臺灣的料理 用土雞 因為土雞的肉質很硬 很硬 然後你做出來那個雞排就不會好 所以是要用哪一種雞比較適合 用半土雞 或者是那個飼養的飼料雞都都可以 所以你可以憑自己的力量分出 什麼是飼養雞 什麼是半土雞 當然可以 因為你去那個超市 他上次就會寫 你有去超市 他看起來就不會去超市 我最愛去超市拜託 我多會煮菜啊 就是不要去傳統市場 你吃到你超紅了 吃到我跟Andy炒醬 Andy在吃 我不信 我不信 問一下你老公 你有沒有煮 煮菜 有 我會煮那個什麼 豆干炒肉絲呢 是喔 對啊 而且牛肉一定要小賭牛啊 小賭牛肉絲 好 所以是要那個 就是 就是雞 我們這個是用雞腿 就把骨頭去掉嘛 然後那個粉是 這個是麵粉 這個是麵粉 然後這個 你是先把那個 紅辣椒是先切好 之後泡在水裡面 是維持它的顏色 就是不要 觀眾朋友們 你看看這一碗 這個是小胚膊 對 因為這個 待會兒是要裝飾用的 只是裝飾 你看看這兩個 這個碗讓你想到什麼字 就是食尚 爹糕 老師你拿這個碗 來 食尚品味家 是不是 這是食尚品味家啊 好 然後呢 你可能在醃雞排 你需要準備一點 就是蔥跟蒜頭 那這個是九層塔 就是我們一般吃的九層塔 九層塔 待會兒跟這個松子 這個是松子 松子 你看 老師你拿你拿 食尚品味家 整個就 松子 松子跟九層塔 等一下是要做醬料的 食尚法式料理 洛曼蒂肥蘭脆雞排 食材油 去骨了雞腿 麵粉 黑胡椒粉 白酒 和用來做沾醬的橄欖油 九層塔 松子 好 那我們就麻煩開始吧 所以我們現在先 主要先要來醃雞排 所以醃的時候 就是用那個粉跟醬料是 對 其實是很簡單耶 就是這個雞排啊 你放白酒先 先放一點白酒 白酒 好 給你開 我給你開 你們知道那個Andy老師啊 他在髮型界是 他就暴力的東西都給他 他就多出名 然後他的手下就是都 你知道 塵黃塵孔的 你知道其實因為今天啊 我們真的 塵黃塵孔是什麼 就是非常的緊張 然後你就一個眼神剪刀 就送上來 一個眼神髮材就遞過來 就是所謂的半君如半虎 就是大家都很盼 我一針的事情 我不會罵人家一些難聽的話 可是我說話都會很重 我曾經跟他 我跟他說 我說 你要不要轉喊 跟人家講這麼傷人的話 那一次跟他講完 他就哭了 在你面前哭了嗎 對啊 他很愛哭耶 他還爆料咧 所以你是說那個人可能手腳不夠快 或是弄的髮型不夠好 你就會這樣跟他講是不是 要看事情 如果他頭髮沒做好 或許 因為通常那個時候 他 我的助理跟我 可能我 應該你們也知道我的習慣 或許是什麼什麼 我又出通告的時候 可能你要我 大家都知道我很愛遲到 我一睡就睡 你很愛遲到 對 所以你們 非常嚴重 所以你一定要 在一個鐘頭前 就有打電話 跟我講 對啊 一直借我起來 所以如果跟你合作的人 是超級大牌 你也照常遲到嗎 所以我的助理 一定要把我叫起 所以你自己睡過的 都覺得是超級大牌 所以你睡過頭 你罵助理 你這樣說得過去嗎 為什麼 因為 為什麼自己不調鬧鐘 我調鬧鐘 我也沒用 因為調鬧鐘 你一定要跟我講 因為奇怪 我覺得整個聽起來 就是你自己很任性啊 就是明明自己不起床 還怪助理 這聽起來好像有點說不過去 就是大師就是有大師 不是一樣 理性替他 說不過去 我今天怎麼 我這個小台妹啊 在談話途中呢 我們的生活品味家 已經做了很多 值得跟大家分享 對 其實呢 這個雞肉底下埋了什麼東西呢 有切斷的蔥 還有拍碎的蒜 對 就是拍一些蒜 讓它有一些香味 可以 然後放了白酒 主要 主要其實是 讓那個肉的腥味 可以少一點 還有那個黑胡椒 對 就是其實很簡單 就是白酒 黑胡椒 鹽 然後蔥段跟拍碎的蒜 就全部把它放在一起 對對對 因為你要先把它醃一下 然後讓它那個有味道 可以進到那個肉的組織 Rajot老師 那你是這種型的人嗎 就是自己起不來 然後還要罵助理 我不會 我剛好跟他相反 我們都是雙子座 可是我們好像兩個世界的人 我是那種 算我也不一樣 絕對不遲到的人 我是絕對不遲到 我寧願我等別人 我不喜歡人家等我 所以你有等過他嗎 你是說超過一百四嗎 有超過一百四 現在好多了 現在 我已經很少吃到 就是譬如說 你妝已經畫好了 然後明星妝已經畫好 就在那邊等髮型這樣子 是的 而且所以你知道 他的助理為什麼 每一個都可以這麼厲害 為什麼 是因為都被他磨的 可是我不是 你是拿刀背在切 是怎麼回事 你在切 太讓人驚訝了 你知道耍剪刀 耍得跟什麼樣 居然切 你才會拿刀背 我想說 用這杯會不會 太力了 好啦 我聊天啦 我來吃 所以你切菜的原則 是以切不斷為主是不是 我想這個 應該不是 弄爛爛而已啊 弄爛爛也不能拿刀背弄啊 只要弄 那個是我看 我媽媽以前 都是用刀背在那邊 逗... 拜託 那個是剁肉 那個是切菜 好 小沛寶來了 暴力的給你做 把它拍碎 要拍很碎啊 鬆 你要拍碎 老師 裝在塑膠袋 這個小沛寶 是你自己想的嗎 沒有 你拍花生 拍松子 就是這種堅果類東西 它要拍碎 你都把它放到之後 就在裡面拍 你怎麼知道 這件事 我之前也做過 你忘記了嗎 沛子來我們節目中 不是要把餅乾揉碎嗎 對啊 對耶 還可以再碎 難怪我每次拍完 只有花生只下一粒 對 其實它... 飛的 好不熱鬧喔 現在其實它在拍這個過程 是要做 待會兒要放到 肌肉上面的醬汁 要拍 這樣子 好耶 就像這樣有一筆一筆的 對 那Roger老師 你還記不記得 你第一次合作的大牌是誰 我第一次合作 你說我入行的第一個嗎 就是已經出師之後 增進畫的一個 那個陳淑華 誰 陳淑華 一出師第一個畫的 就已經是這樣子的大明星了 對啊 他那個時候已經超紅 然後我看到他簡直是 什麼 你說什麼 那個時候他已經... 那個時候他已經很紅 已經很紅了是不是 什麼歌的時候 可以了 可以了嗎 所以你在得知要畫他 前一天晚上有沒有很壓力 很大失眠什麼的 會啊 因為其實在之前就有 已經有開會 就是有先見過面 可是那淑華他是很有禮貌 他不太會 就是好像讓你覺得他那個喜怒 愛人在他臉上看不出來 以前很多的藝人都是這樣 那你會更害怕 不像現在藝人 那麼愛耍大牌 不是 也不是現在藝人 頭髮就是拉大一下這樣 哎呀 痛耶 然後在教我們 你永遠把我當蟑螂是不是 對啊 那他們以前 然後... 可是我覺得他們那個時候 可能做我們這個行業的人 也比較少 比較少 那他們唱片業那個時候 也還滿發達的嘛 那可是從業人員就比較少 所以我們的機會也就比較多 你新人那時候 機會相對的就比較多 所以你覺得真的大牌的人 會有很多一些怪毛病嗎 大部分真的大牌 他周邊已經有人幫他控制 就是這種狀況 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對 不太會發生 所以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根本感覺不到 可是前面有沒有那種 你知道那種... 在喬的那個時候 沒錯 譬如說你現在是大牌 然後就是我來了 然後我就說 小孩子那個 你要不要先吃早餐 還是說先看那個 還是說那個 是 是要抽菸嗎 對 不是 我叫喝水 誰跟你抽菸 不是 你這時候也表達出 大牌在不爽的時候 該有的時候 是要抽菸嗎 對不起 那個Roger老師還沒來 就是那個要再等 差不多二十五分鐘 Andy呢 吃到更久 先不拍了 應該不至於吧 有碰過不拍了的藝人嗎 以前有啊 就是現在那個 我可以講乙玲的笑話 乙玲很好笑 他現在是 黃乙玲嗎 對 黃乙玲 他很好笑 就是有一次 他去錄影嘛 就是很久以前 然後他就再來化妝 他在化妝間畫畫畫 你知道他們反應情緒的方法 是很好笑的 就是因為可能那個錄影 延續太久了 大概等了聽說超過四個小時以上 他就坐在那個化妝台前面 他就開始 把他的那個化妝品一個一個 往他的化妝包裡面收 收收收人他沒有講話 他就拉鍊拉起來 然後包包拿起來 就跟他的那個宣傳說 我不錄了 然後就 你覺得好像喔 怎麼那麼像 就是很溫和的說 我不錄了 然後他就站在他就走了 結果就真的走了嗎 就走了 然後有人去攔他嗎 沒有 不敢攔啊 我跟你講 這就是大牌的風範 因為大牌講話的聲調 一點大聲都不可以 因為像我們兩個 雖然貴為大牌 可是我們的行徑常常 或淪為小牌 我沒有 沒有 因為你知道我們的助理 常常會把我們你知道 逼到走投無路 我跟你講 當助理逼你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怎麼樣反應 你知道嗎 譬如說助理一直來反你 一直來反你 真正大牌該有的反應是這樣 你說放空嗎 微笑可是在瞪他 就是這樣 譬如說那個助理來反說 要不要喝水 要不要補妝 好 那我先離開了 就是這樣子大牌啊 沒有喘氣 沒有什麼 他就是看起來好像在微笑 可是他眼睛是射出 我現在要殺了你的光芒 那我真的斷數太低了耶 對啊 你知道 因為翻白眼什麼 根本就不是大牌 我不曉得 可能我們在這行業待那麼久 然後我就覺得 現在的工作人員 比以前幸福多了 怎麼說 因為現在藝人比較體諒工作人員 真的啊 好像像朋友 像你們跟助理有的時候 你們會覺得 沒有 我們都想殺死他 我們都想殺死他 因為你們會不好意思啊 有的時候想說 會不會人家覺得說 耍大牌 你在耍大牌或幹什麼 可是以前根本不可能 因為媒體根本不會知道 藝人私底下是怎麼樣 所以他就不可能會寫 以前的報導是不一樣的 對 然後我記得那個林青霞有的時候 他那個東方不辦那個時候 他不是發片嗎 他唱歌 然後我們去錄影 我們去錄 他就去錄單歌 然後我們就錄單歌 然後那個全部 大家那個好像戒慎恐懼 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個導播還下來說 因為他覺得 他說等一下 他如果有不開心 你就要跟我講的 好 結果大概整個棚清空 讓他來錄 結果錄完了 他就跟那個導播說 他說那你先play一遍給我看 然後就是整個play一遍 然後就坐在化妝間看 那個毛巾看看 那看完他就回頭 這樣看我一眼 你覺得呢 我說 因為他們拍戲 或拍廣告那個燈都打得很漂亮 你也知道在棚裡面 對 尤其在那個時候燈沒有打的 不會打得太仔細嘛 他說 他說這個光好像怪怪的 然後景好像也怪怪的 然後就沒有人敢講話 他就問我 他說 他說電視都是這樣 因為他們很少到電視環境 我說 我說錄丹哥差不多都是這樣 他說 可是這樣子效果不好 他說 出來也不會加分 他說那 他說那 就叫他宣傳就趕快都過來 就在那喬喬喬喬喬很久 然後他說 那就說 那就叫清夏先回家等 你知道結果怎麼樣 把整棚擠拆掉 重搭 那要花錢的耶 然後光重打 對 光重打 然後他在家裡等 然後弄到好 再來錄 好有氣勢喔 真的是超大牌 我們兩個很小牌耶 這種景我們都錄 可是Roger老師 你有被人家嫌棄過裝嗎 可能他進去他比較殺 我進去我都比較低調 你知道他進去他有 他走路有風的 有風的還有殺氣 對不對 還有那種音樂 那我碰到我 我記得我第一次也是幫清夏化妝的時候 我是超緊張的 緊張得複形 因為你想想看 你說打粉底的時候 手會有一點抖的那種 會 真的會 我從來沒有這樣子過 就是林清夏讓你發抖 那個時候是 你們又不知道那個 知不知道那個電影 就是刀馬蛋 我知道 超紅的 他把那個頭髮剪很短 那個時候 我第一次跟他合作 然後他來台灣嘛 金馬腳 然後那那個時候就是跟他 跟宗祖 都是在那個時期 對 都是在那個時期 對 好久 很久了 你不要假裝 你也很久了 好像 你比較陸續 你那時候就弄一劍文吧 還假裝自己 對 所以老師 你現在 現在要讓你發抖的藝人 應該少之又少了吧 現在發抖了 可能年紀大的時候會動 好 目前我們做菜 已經做到一個步驟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個很香的香味出來 這個就是等一下的醬料 對 這個就是等一下的醬料 就是剛剛有 Andy剁碎的松子 然後還有那個就是九層塔 你就只要放橄欖油 跟一點鹽就好了 不要把那個油的比例 不要放太多 因為太吸 你才會淋到那個 那個雞排上面 就不夠味道 所以我覺得看你做菜 也滿享受的 你看他東西就弄得很秀氣 你有沒有覺得 而且他那個手戲就是看 而且基本上 我剛才找垃圾桶 然後我有個習慣 就是我喜歡桌面很乾淨 我不會把這個東西放成這樣 我很難過 你們兩個都是大師 又都是雙子座 怎麼差這麼多 真的耶 一個是沙門飯 一個是生活品味家 我後來有發現 很大的差別 我那天有跟他在討論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是在哪裡 因為他們在SALONE裡面工作 他們習慣有六七個人在旁邊 跟你們一樣 我看你們也依然不會收東西 可是我就會一樣 我們從以前開始 我們一個眼神 會有人過來收 對 我們一開始就是一個人 自己在做 所以頂多有一個助理 那有很多時候助理 我們還得盯他們 所以已經養成自己 什麼事情 不如自己來快一點 化妝品什麼自己說 放進箱子自己提 那他就是習慣 他連起床工作 都要助理打電話叫他 然後到了現場之後 就手一伸機 立刻就會有人拿吹風機 什麼就這樣送上來 會不會你手一伸 比如說你要的是吹風機 然後來的是剪刀 我都還好 我還聽過有一個法醫師 東西都 我聽過我一個 就像一個一些前輩的說 他的助理更慘了 結果後面在接東西 他在剪完頭髮 所以往後飛 有 我有跟那個人工作過 不可能 他也跟那個人工作過 真的有這個東西很危險嗎 真的 如果你後面一個助理沒接好 還不會被罵 我有跟那個人工作過 剪刀也照飛 他就是都要丟的 都往後丟的 像他噴那個spray噴完 對 噴完他丟 回頭看他就噴噴噴 他就往後丟 對 那叫好導演就說 親家還噴 然後就砍救導演 太帥了 太帥 人生到 人生活到此 不就是為了追求這個嗎 你說要進入到大師的境界 就是要有這種氣魄 我跟你講人為什麼會變成大師 就是要有派頭 我真的只要有九頭髮的時候 我就很認真 你專業的時候就是要專業對不對 我就很嚴格 他們需要什麼東西 要做什麼事情 他們一定要很清楚 那麼專業 可是卻愛上女明星 對啊 你趕快問問這件事 什麼 你們知道他女朋友是誰嗎 怎麼講到這個去呢 我們今天不知道你們是誰嗎 沒有 我真的很想知道 因為我知道有一天我看報紙 就是說呢 宋欣玲小姐要去參加一個派對 然後她遲到了 快要一個多小時 對 然後媒體就說 你為什麼遲到 她就說因為我給一個王牌 髮型師剪頭髮 我不敢催她 就是報紙寫的 她就說我不敢催她 所以我就只好乖乖坐在那邊 等她剪完我才趕過來 結果過了又沒有到一個禮拜 就說他們兩個談戀愛了 對 是見嗎 所以你們兩個剪頭髮的時候 你們已經談戀愛嗎 我們今天不是在煮餐嗎 好啦 好啦 沒有 因為我本身真的太好奇 因為我每次看到她的時候 她就是 就是有那個殺氣騰騰 可是怎麼會跟女明星談戀愛 就很難會在吹頭髮或做造型的途中 愛上女明星啊 對不對 Roger 他 你有沒有覺得他們兩個 就搭在一起 你也滿驚訝的吧 我可以講 我就是嚇一跳 我就是怎麼可能 對啊 因為她殺氣這麼重 對她剪頭髮 一定就是痞痞出來 就怎麼可能還會這樣 你覺得他們兩個 是怎麼互相愛上對方 是在吹頭髮的途中嗎 她從來沒有跟我講過 她沒有那個坦白 就是那個過程過 從來不講 那只是好像有一天我們就聊天 我就跟她講說 那個她就也就 這樣子互動帶過去 就是默認 也不多講 對 她也不多講 可是其實我們也講這話 我們也沒有人太care 他們就是這個過程 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啦 不過我想觀眾一定很想知道 就是你們跟大明星 很多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嗎 對 是不是常常跟大明星去唱歌 打麻將 我我可能比他長吧 對 我比較不會 所以你的大明星名單 對 然後最近就有黃小虎 惠平最近 你惠平最近回來 大概就是固定班底這些 因為舒淇她回來 因為她跟我是最好 那所以她有的時候也會住在我家 那住在我家 那所以就出去玩啊 就是唱歌啊 或者是打牌 偶爾都會啊 所以舒淇也是很敢喝酒的人嗎 很重 真的 很重 我一直想介紹她跟你們認得 因為我覺得你們在一起玩 應該很好玩 她也很喜歡你們 真的 她需要簽名照嗎 好不要臉喔 幫我拿給舒淇一定要拿給她 我們每次在家看電視啊 有時候看到你 她就一直說你超好笑 真的 約我們出來玩啊 好...下次啊 真的我就以前想擺脫阿雅了 現在要把那個肌肉下鍋 對啊 因為剛剛聊天的過程 她醃的那個味道大概也進去了 所以我們還要準備一點點麵粉 麵粉的意思是 可以把那個肉的那個肉汁 鎖在那個雞肉裡面 不會流失在煎的過程 你看她用鎖這個字 對 而且會更嫩對不對 所以其實麵粉不用太多 你把剛剛醃好的雞排 先沾肉的這一面好了 就把它放上去 要壓一下 讓它均勻的都可以沾到麵粉 然後呢再來沾這個 所以等一下是採用煎的方式 對... 先把它就是 因為肌肉它裡面都有這個嘛 你最好能夠讓它均勻的都... 好凝巧的手喔 你看就如同是在幫女明星 敷面膜一樣對不對 那個紙... 因為它上面會有多餘的麵粉 像剛剛被它揉的 那個麵粉都成坨了 然後你把多的麵粉抖掉 因為要不然它會太多粉 對...它會一塊一塊 太厚不好吃 這樣子它附著就很均勻 所以煎雞排 我們大概通常的都是會先煎肉的這一面 先煎肉 對 因為怕皮比較容易沾 或者是它不會少 你看看你將來失業 也可以去賣雞排耶 對... 雞排打人了吧根本是 這是一個... 然後就把它放下去 然後因為它油溫不高 所以你不用怕 你用手 像有時候我用手 這樣都沒有辦法 你看看著 時髦的跟什麼一樣 對對對... 你要不要來兩下 Andy發生 算了啦 彈香不是你要吃的嗎 對 可是老師你們常參加那些 Fashion Party 你有沒有印象中最棒的一場 我們有一次去過一個 是在古堡 它那個是一個private的 一個私人的那個high jury 就是那種豬堡的那種party 那它那個真的很誇張 就是... 它世界各地 是在哪裡 在法國 在法國 然後它是... 就是它... 它有那個guess list 那我們到後來看 還有那個公主來 是坐私人飛機 就直接就是降在那個... 補保... 它坐直升機來 然後就直升機直接下來 那個是超誇張 因為它那個就是 招待他們全世界 那種非常大的買家 VIP... 對... 然後去參加 所以當時同行的巨星是... 呃... 那個時候我是跟蘇琪他們一起去 哇... 對... 因為你也常常受要參加一些 很棒的party 對啊... 對... 你應該去過很多次 對... 你要聽我的嗎 好啊... 因為你的也不差耶 少說你也是時代的那個 時尚達人 有一次我去看那個 參加巴黎時尚周 然後看了那個 John Galliano的那個 設計的那個秀 然後它那一季設計的 就是走西皮風 所以它現場就放那些 西皮年代非常peace的音樂 然後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就是... 你有跟他本人見面 我跟他本人當然有見面 有跟他合照呢 有他的電話嗎 沒有 就打了也不知道他講什麼 但你知道有一個女明星 你知道一個法國的女明星 可是他也很常演 阿曼紐皮亞 不是 演那個我知道那個 那個有瀏海那個 什麼藍色的 藍色的那個 以前Lang Kong的那個代言人 對 我們知道他是誰 那是一非常有名的法國女明星 然後他坐到了我的位置 我也忘記了 你跟他是同等級 我們都坐在同一排 不好意思我們還在聊天 我們要閒聊 然後因為我們都坐在第一排 然後他坐到了我的位置 可是因為你知道我看老外 我就會覺得他們長得都很像 跟電視上看 跟本人看得不太一樣 所以我就沒有認出 他是大明星來 然後我就跟那個公關說 這個小姐坐到我的位置 朱莉葉畢諾 對 然後後來那個公關就說 不好意思請你起來好嗎 因為那個公關也是亞洲人 所以他也認不出來那個白人的長相 朱莉葉畢諾 趕緊 然後他就說 這是我的位置 他就說可是不好意思 我們這個邀請卡上面寫的是 BARBY SHI 好神奇喔 那個女生就這樣也是默默的 然後優雅的這樣子 瞪著我們兩個 然後後來那個公關就說 就看他也不走 然後就想說 坐第一排應該也是貴賓 然後就說 那請你移過去一點 然後我就這樣塞進去坐著 然後後來在看秀的圖中 我就想說為什麼這個女的 這麼眼熟 這麼眼熟 然後最後看完秀之後 我才發現他是大明星 等於說你的Label 已經是跟朱莉葉畢諾許 排在一起 但是有一件事情 更值得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還去看了那個 Vivienne Westwood的秀 然後去到後臺 跟他本人見面 然後看到去到後臺 跟他本人見面之後 我們就要去前臺看秀 然後他們那種秀是要求非常嚴格 你沒有憑邀請卡 絕對進不去 然後因為我們那個助理小陳 他就是一時看到Vivienne Westwood 就高興之下 就把那個邀請卡什麼都要 就飛到哪裡去了 然後我們就從後臺 要走到前臺之後 那個警衛就不讓我們過去 沒有邀請卡 就不能進去 可是燈都按了 然後已經開始 我們就被卡在後臺跟前臺的中間 走到 然後我就想說沒有辦法 這時候只好硬拚了 然後就拿出我畢生最強的明星的氣勢 就非常有氣勢地走出去 然後那個警衛就說 不好意思 他的警衛就有點不太感擋 就想說應該來頭不小吧 然後這時候就媒體太配合 就衝過來這樣 這樣一直吹著我 你說台灣亞洲媒體 亞洲媒體 然後就這樣對著我 這樣上上下下的拍 然後那個警衛就一看 就想說巨星 然後就後退 然後我就非常囂張地 坐在那個椅子 然後肺都濕了 然後後面 警衛的助理 應該被飛踢到後面了吧 就他也想要跟著進來 然後就打猴頭 不好意思 把他打到後面 真的很驚險 那一次看秀的經歷 我們大意思也不是蓋的對不對 那你們心目中 有最時尚的藝人嗎 就是真正你覺得時尚的 張曼玉啊 跟我 張曼玉 其實舒淇一樣 我覺得 我覺得舒淇她是我看過 拍雜誌最漂亮的女明星 就是她超會 她隨便就嘴巴一開 眼睛就隨便亂看就好美 她每天 她有時候住我家早上起床 都沒有化妝 就一定不可能化妝 穿著 穿著就是大T恤 穿著那個Boxer 就坐在那邊 就已經是雜誌封面了 你就會覺得 她就是天生吃這行飯 沒有辦法 那我們兩個呢 你們兩個很好啊 大意思真的很棒 我真的要提到他們 你那什麼意思 我還沒有講完嘛 好歹長又有序 但是我非常地好奇 因為像舒淇他們常常拍照 就是 尤其還有Cat Moss 他們拍照就是 沒有表情的 沒錯 然後嘴巴都放得很鬆 然後眼睛也不知道是在看遠方 還是看哪裡 對 然後我就在家練習那種表情 想說 為什麼看起來是痴呆的 我覺得他們有受過很好的演戲 的訓練 所以他們其實還是有情境的 想像的 心裡要想東西 對… 不是真的放得很空 你覺得我這樣有時髦的感覺嗎 對… 然後是在拍時尚雜誌好了 好 是時髦還痴呆 不夠空 不夠空 對… 好 再來… 再空一點 再空 更空 真的是時髦啊 沒有時尚感 你那個其實很兇焉 對在盡頭 沒有時尚感嗎 那… 你來… 有耶 有 有什麼 他有了 我跟你講所以他演 因為他拍過很多次 等一下… 加油… 加油 時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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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髦了啦 有… 有… 這個比較好… 對… 可是剛剛還是他贏我是不是 你們兩個…你們想來一下 快點… 我…我沒辦法 我們還不是模特兒 我…我已經講了 好…但不用做模特兒 就譬如說今天要拍 Andy大師一張照片 你自己在擺… 我只有一個表情 吃袋… 好狠喔 有…有味道啦 有狠 那Roger老師呢 他… 你在監禁嗎 你在監禁嗎 好像在選總統 他臉那麼實上 下面就是在監禁還 阿樂 差不多了 把那個油先給他弄掉一點 因為不要吃太油 熟了嗎 熟了吧 沒有放草莓的話 法國味出不來 哇…立刻就漂亮起來了 可以 你們可以任意喜歡自己怎麼樣 把它排在旁邊 然後把這個剛剛做好的醬汁 你弄好之後 你再把它攪一下 因為它那個油會跟那個 分開來一點點 所以就… 再混合一下的淋上去 你看那個大師的手機 又是不一樣喔 好高級喔 辣椒絲 剛剛泡的那個辣椒絲拿出來 其實這個就是裝飾啦 放在上面 好漂亮喔 感覺就像來到法國的嘛 來…兩位大師請享用 你先吃 你先吃 你很小心耶 老師 你是那麼不信任嗎 不是 女生先嘛 你看看你急的 整個窩囊的樣子就來 你這餓的咧 如何 好好吃 真的嗎 趕快你們自己來嘗嘗 來… 來… 皮是酥的 雞肉非常的嫩 然後但是就帶有一點嚼勁 可是不是嚼到你會酸的感覺 然後那個醬汁條就非常棒 真的嗎 不賴吧 蒜味九層塔的味道 好好吃喔 就平易雞人 可是又很高級 就其實很容易做啊 好不好吃 你還不相信你還真的蠻好吃 來幾句法文… 不會啊 我講廣東話 法文文 好好吃 Roger要不要自己吃吃看 好啊 我吃吃看 好好吃喔 有好吃到這種程度啊 我跟你講其實 而且如果你吃素啊 那個醬喔 是可以沾麵包的 就是如果你有法國麵包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沾那個松子醬 那個很好吃的 好好吃啊 還有松子的味道 對 松子就真的是 而且因為我煎皮的時候 我把火開大一點 把它煎脆一點 好好吃喔 謝謝兩位大師 你就多吃點吧 謝謝